就那儿吧 陆尘眼神一定 预示着飞明顿飞了过去 群山俊岭 避诸参天 密集丛生 点点精药从山体上若隐若现 正是富有奇特灵力的朴实 远远望去 玉石山不负圣名 像是宝山一座 浓郁的仙灵之气从中散发出来 便是凡人村夫蹒跚绕路 也不愿匆匆离去 如此春衣盎然美景 山清水秀 更是能够吸引众多修士驻足停留 如今就有几道霞光 自远远天边飞来 他们皆是脚踏飞溅的修炼有成之事 法力波动之间 空中犹如荡气几道潭水波纹 煞是好看 几道人影相继落于玉石山巒 其中一名身材高挑年轻修士 抬头一直点出 飞剑如蒙鹤令 清灵巧动的插在其背后剑鞘之内 其后 庶名修士纷纷效仿 从容之态 不外乎说明了几人经于此道时间已久 一手玉剑的手法练得极是漂亮洒脱 只见为首修士驻足山顶 眉清目秀间露出几分高傲之色 他环视山谷 阵阵法力涌现而出 神石遍及四野 几番查探之后 低沉出声道 龙岩兽就在周围 大家分头找 号令一下 飞剑再起 数名有着炼气七层的修士 纷纷射出山谷之中 其中两名面目清丽的女性修士 围在青年修士身边 一个个露出羡慕崇拜之色 其中一名女性修士 尽情摆着腰枝 妩媚道 三师兄 这次龙岩兽被三师兄发现 若是收服 定会让三师兄实力大增了呀 另一名女性修士点了点头 也靠在了年轻修士的身边 好不是弱的抛着媚眼的 三师兄得此灵兽 实力定会与大师兄不相上下了 两女皆是展现自己靓丽的一面 那三师兄闻言 一直绷着的脸 终于如兵一世 笑道 呵呵呵 你们错了 这龙岩兽不是为我所留 是要孝敬给大师兄的 马屁没拍明白 两女皆是一恶 不过一女反应倒是很快 马上又道 三师兄对大师兄敬若兄长 重情重义 小妹真是佩服呢 另一名女子跟着也说道 是啊 大师兄得到龙岩兽 一定会很高兴 还是三师兄有情有义 年轻修士笑了笑 显示十分受用的说道 你们两个快去找吧 一会儿前玉门的人发现了 免不了一番争抢 哼 那女修士文言 声音一朗道 前玉门算什么 这次东周先会 我们上玄宗 有单师兄和二师兄 三师兄在 一定能够盖过七大仙门 区区前玉门 不在话下 年轻修士文言 更是笑意满怀 只是正当这时 又是树道人影 从远处飞射而至 当手一人 榜大 腰圆 身材魁梧 一身肥肉 随着锦气的外放 乱颤不已 仔细瞧去 不是那陈虎还是谁 时隔三年 陈虎俨然已经不是 那个被陆尘 踩在脚下的 练气三层小人物 这几年的功夫 被门内师长一倍重视 扶持无数灵丹妙药 早就成为 练气八层的高手了 陈虎 年轻修士健壮 毛子一冷 笑道 来得还真快 陈虎显然有些气愤 张红的大脸上 两只鼻孔都 轰轰地喘着粗气 李修平 玉石山乃我前玉门的领地 你等虽为贵客 但不宣而至 来此猎取灵兽 为何连问都不问一声 同龄般的大眼睛 瞪视之处 被称为 李修平的修士 却不胆怯 红然踏出一步 不惧不怕道 玉石山虽然是 你前玉门的领地 但这龙岩兽 却是最近才进入 大洲国土 灵兽乃是天地益兽 不分国土领地 若要夺取 还要看本事才行 此言一出 众前玉门修士 为之震怒 陈虎咆哮道 你这是在挑战 我前玉门威 是又如何 李修平正色道 天才地宝 又能着居之 好 陈虎文言 打喝了一声 脚下狠狠一跺 地表颤动 那我就要看看 是你上玄门 玄公厉害 还是我前玉门的 仙法高明 龙岩兽 我陈虎要了 大家给我招 陈虎怒吓了一声 众前玉门的修士 齐声领命 纵身杀入玉石山内 四下搜索了起来 玉石山 冒出洞穴 杂草丛生的隐秘之处 陆尘盘膝静坐 体表泛滥着土黄浓黑 两种极大差别的光月 两种光芒实强实弱 似乎在进行着某处激烈的争斗 许久之后 土黄色光运终于稳战上风 将那黑光完全镇压了下去 这时 陆尘方才睁开了双眼 陆尘长出了口气 显得有些少许疲惫 黑煞魔器果然厉害 每次吸收煞云之后 都要用震心觉震压 这还只是初期 什么时候达到助击期 能够吸收两朵煞云 那还了得 喃喃低语之中 陆尘还在为黑煞魔器的强大 暗自赞叹着 不过 感觉到体内的法力真元 又自雄厚的几分 倒也欣慰 看来倒也运气不差 大眼先觉 倒是有这种能力 将黑煞魔器镇压下来 慢慢来吧 正想到这里 忽然洞口一道金光掠动而进 陆尘微微一饿 只见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只小小的灵兽 灵兽体型不大 仿若灵猫 有着遍及体肤的岩石之色 而观其长相倒像是一只幼崽狮兽 这般长相很是奇特 陆尘也是第一次见到 而让他最为讶异的是 在这似猫若狮的古怪灵兽的头顶 赫然有着一枚蓝白相间的凸起 凸起成刚露头的脚状 颜色与陆尘见过的地晶石大同小异 那脚状突起十分奇异 光滑十强十弱 陆尘疑惑 诧异 那小小灵兽也是瞪着一双绿豆小眼 惊饿了半赏 他四处奔逃 本以为找到了一处藏身之所 没想到不好不坏的 这藏身洞穴居然还有人类 一个修为远比洞外追捕他的修士 更加强大的人类修士 小兽愣了半赏 转身便要冲出洞外 陆尘来了兴致 哪能容他轻易逃脱 念念口诀心随意动 红隆隆的撤响之后 一面厚实的土墙将洞口封锁了起来 小兽未防变故 一头撞向了土墙 顿时被反振之力 撞得七荤八素倒在了地上 四蹄朝天扑愣了半天 方才翻身站起 冲着陆尘 呲牙咧嘴咆哮了起来 有意思 陆尘神识微招 得知小兽的境界 那是有着炼气八层左右的 终极妖兽 他微微一笑 举步走了过去 小兽受惊般的退后了两步 期间还奋力的抬起两前脚蹄 凶神恶煞的凭空乱抓了一番 向陆尘示威 只不过这般举动在陆尘的眼中看起来 更显得可爱 他不畏不惧的走上前去 法力真缘微微涌动 顿时 一股庞大的威压降至小兽的头顶 砰的一声 小兽感受到远比自己强大了数倍的压力降下 不甘的趴斧在地上 而这一刻 他还哪敢耀武扬威 只能憋屈的看着陆尘 呜呜的低哼着 似是在摇尾起连 陆尘走上前去 蹲了下来 用手轻轻抚摸着小兽的脑袋 入手处的坚硬质感 让陆尘觉得跟摸着岩石没什么区别 由此 他更加的惊讶起来 哎 你叫什么名字呀 陆尘问道 脸上身上的气势微微收敛 小兽可怜兮兮的呲呜了两声 那两颗宝石般金色的眼睛 似乎有泪落下 陆尘微微一笑 说 哼 别怕 赵爷爷不会伤害你的 哎 当然 你要老实一点哦 小兽乖巧的点了点头 呀 还挺实实物的 能听懂我的话 陆尘压一道 这时 奇境老人的声音在石海中回荡了起来 这是龙颜兽 乃是三界六道之中最具灵性的妖兽之一 天生便能懂人言 依靠吞噬晶晶晶矿石为生 嗯 这只小兽恐怕还未满月 不过 他应该是有幸吞噬了类似地晶石以类的矿石 方才能够一举达到终极妖兽的地步 咦 他头上的正是地晶石 而且还有不少的能量会被他吸收 鲁尘 你又服了 收了这只小兽 日后会对你有好处的 哦 听到奇境老人的话后 鲁尘笑了起来 问道 有什么好处 奇境老人说 龙颜兽天生对矿石极为敏感 可在百里范围之内 嗅得矿石的灵气 你收了它 日后可以帮助你四处寻找炼气晶晶矿石 而且龙颜兽达到铸鸡起时 还可以得到传承先决 最低的应该是土顿术与岩形术 是一个不小的壁柱啊 真的 鲁尘文言一喜 要知道他现在得到的解离诀 正是锤钉炼气之法 日后少不了要寻得大量的矿石 为自己使用 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妖兽 倒也不错 玄机 陆尘问道 那要如何才能收服 奇境老人沉吟了半赏 方才道 罢了 我看等你达到能够炼制中品法器的时间也尚早 你进奇境空间 我这儿还有一只灵兽圈 用灵兽圈束缚它 便可以随意将其收进灵兽圈 再放在乾坤袋中 到时候 你想什么时候传唤它都可以了 灵兽圈 陆尘面色一喜 赶忙回到奇境空间 不大一会儿 他带着一只金光闪闪的项圈 再次出现在洞中 靠呀 是中品法器 陆尘拿着灵兽圈 发自肺腑地感叹了一声 那小兽得见灵兽圈上的符文 显然是在传承之中早就有所感应 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 奇境老人道 嗯 最下等的中品法器 算是垃圾了 除了可以收复灵兽之外 根本毫无用处 那是够垃圾的 陆尘愕然 回头看向小兽的时候 脸上浮现了一抹诡诈的笑容 嘿嘿嘿 小东西 从今往后 你便跟着道爷吧 说着 陆尘念其口诀 随后打了个手印 将灵兽圈轻轻一抛 甩向龙眼小兽的头顶 跟着 便光芒大作 那小兽被灵兽圈降下的金色光环罩住 乌乌滴吟着 似是不甘 但却毫无办法 搬赏过后 灵兽圈光芒收敛 那龙眼小兽物资站起 赶忙跑到陆尘的身边 磨蹭着他的脚面 大献阴泣起来 陆尘健壮 心生爱怜 笑骂道 嘿嘿 你个小东西 居然还会道爷这一套 不错 不错 哈哈哈哈 奇境老人看了 恶寒不止 心到这一人一兽 凑在一起 倒也般配 两个都是马屁精 正当陆尘因得异兽 而心情极好之时 忽然洞外传来 阵阵喧闹的声音 其间夹杂着 浸气破空的嗤嗤声 不由让陆尘皱了皱眉 快快 就在这里 什么地方 这个洞里 应该是 刚刚我们追过来的时候 龙眼兽就在这周围 一闪便不见了踪迹 我想 他一定是躲进去了 那还不进去找 龙眼兽飞捧一般 还是等三师兄来吧 好看 三师兄来了 闹腾着 洞外十数道飞剑 同时掠制 落下之际 俨然在洞口的位置 形成了对立的两方人马 一方便是那上拳宗的李修平 带领的修士 而另一面 自然就是大脸成虎了 跟屁虫 某位仰慕李修平的花痴女 撇着嘴 嘟囔了一声 引起前玉门一方女性 修士的反驳 女人就是女人 骂起嫁来 丝毫不弱男子 阵阵冷斥声响起 双方自然是争执不下 最终 还是那李修平 白手喝止了师妹 对陈虎道 陈虎 你跟着我来此 难道这就是前玉门的纤维 陈虎洒然一笑 露出戏谑的表情道 李修平啊 你这话说的没道理啊 天下之大 我陈虎愿意去哪就去哪 为什么要跟着你 李修平冷哼了一声 看向洞穴 突然神情一冷 贺令道 拦下他们 待我先收了龙岩兽再说 此令一下 众上玄门的修士 为之愤然的拔出长剑 而那陈虎也不甘示弱 肥大的身躯到不时灵变 纵身一跃便是数米之高 轰然跳过了人群 落在了洞口处 两人齐志 怒目相视 要说实力方面 还是李修平占据 炼器八层圆满境界 比八层的陈虎略高一筹 只是在玄弓先法上 两人各有秉持 陈虎自是不愿在挤对双方的注视之下 没了前玉门的威风 不由分说的 两人大打出手 场面一时之间混乱了起来 这尚玄门本是来前玉门做客 其上长老多有交往 彼此算是友好的两派 只是明面上的至交 根本遮掩不住暗地里的勾心斗角 这在东周修真界也算是常事 别看陈虎与李修平一言不合的打了起来 可总的来说 整个场面还算控制得住 双方也并未出现杀招 以命搏命 久战不下 陈虎渐渐渗出了冷汗 回望那洞穴 眼看自己失事要拜 不甘地咆哮了一声 竟然打起龙岩兽的主意 率先朝着洞中掠去 李修平早有防备 脚下轻轻一点随即跟上 其速度比陈虎快上那么一分 李修平后来居上 陈虎速度稍慢 两人在双方修饰的眼中 都是门内后一辈的高手 自然受到崇拜 而就在两人刚要入洞的那一刻 突然之间 一股巨大的力道 从洞内爆射而出 直接将两人震得倒飞了出去 砰的一声 将对面的山屁石壁 撞得碎石狂飞